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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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爸 妈妈 你们镜片人 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怎么了 儿子 你看 这明明是写着八分钱的邮票 你们却说是一千万 同学们都笑话我 说我是个不诚实的孩子 我恨人的邮票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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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为什么一个八分钱的邮票 它能值一千万 这里有一个游戏 儿子 我好好给你讲一下 八分钱的邮票 为什么难得 我给你解数 我给你解数 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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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解数 别打了 解数 别打了 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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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 刺激 怎么了 刺激 刺激 腰腰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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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儿啊 小猪来了 我下来 慢点 这哪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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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你别动啊 我给你揉一下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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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 别动 不是 你自己动一动啊 我动不了 一动疼 那是不是伤到骨头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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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上医院吧 好吧 不用 就闪着一下 好给我 先说 要不咱这个担架过来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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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原先老瞳不有一个轮椅吗 多少年前的事了 早都卖了 活动 活动 喂 我去不了了 你师娘腰坏了 就这样吧 我没事 你该去干嘛干嘛去 哎呀 我就不上我好上去陪陪你吧 我真不用 你去吧 就有我呢 没事 没事 不用 你上班去 我这歇会儿就好了 你记住了啊 一定要检查检查 好不好 一定要上医院 上医院 就去吧 四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也该干嘛干嘛去 我歇会儿就好 你给我把那椅子拿出来 好嘞 四姐 你还知道在这儿混 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啊 你想叫我当穷光蛋啊你 你去吧 没事 四姐 那我先去了 你有事就喊我 好 妈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过来 我问你 你说你没事 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拿到学校嘚瑟了吗 可我们班的同学说这不值钱 他们懂个屁 爸爸和妈妈都跟你说这东西很值钱 他们说不值钱你就信他们 还有你这什么毛病 家里的东西不管值不值钱 都不许往外拿知道吗 记住没 我记住了 从哪儿呢 放哪儿去 那个 shifting 主要是不值钱 对于自己的权力 好 这个是什么 家里面 有一个 喂 喂 周叔 我 我正好有话跟你说 我准备从这儿搬出去了 在这住太久了 我没有什么理由再住下去了 猴票没拿到 你就敢走 说吧 现在是什么情况 猴票找到了 找到了 还不赶紧给我拿过来 周叔 锦叔和四姐对我不错 我 我实在是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就给你两天的时间 两天之后我见不到后票 一切后果 你自己知道 周叔 我真下不了手 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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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姐 我来了 停滞 我带着四姐 怎么了 我出去一趟啊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啊 不用陪 你在家给我看家 行 有事打电话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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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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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愧 停滞 你自己在房间里干吗 我没干吗呀 那你拿着佟爷爷的遗箱干什么 喔 依箱脏了 拿踏踏 挂回去 兴致 你果然要偷邮票 我没偷邮票啊 我没有 你骗人你就是要偷 我要报警 你报警把邮票我都没动过 那我要告诉四姐 小婉 这件事能不能别跟四姐说 我求你了 我也是有苦衷了 行之你真的是个坏人 你太卑鄙了 四姐对我们这么好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可以不报警 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小婉 这样 只要你不跟四姐说 我可以跟周同分手跟你在一块 行之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那你敢当着我的面跟他说吗 敢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憋不住了吧 就知道你给我打电话 想好了吗 你知道我好想你啊 每天都想你 想你的眼睛 想你的鼻子 想你的嘴巴 通通我有话跟你说 干嘛呀 还把雨晴工作那套啊 坐过去 走对面去 这剩你怎么了呀 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吓唬我呀 不是 到底怎么了呀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 是不是因为钱的事呀 没事 我爸那么有钱 我管他要就行了 还是因为之前我说的那些话呀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说我都是气话 你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我们好好的 通通 我 行之 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 不是 到底怎么了 在哪儿分手吧 什么分手啊 现在语言杰呀 在哪儿分手 是因为他吗 是因为他吗 容肖范你真够卑鄙的啊你啊 为什么你就这么无所不用其极 再拆散我们呢啊 不是 我告诉你 行之他从来压根就没有爱过你 他爱的那个人是我 竹头 你该醒醒了 你又自私又霸道 我早就受够你了 要不是你爸有钱的话 咱俩早就分手了 那这一年多我们的感情 都是假的吗 好 这是你说的 你别后悔 行之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过来追我 你就站在这儿 只要你跟我说 你说童童 我刚才跟你开玩笑的 不是真的 我就当做刚才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好不好 再见 满意的吗 满意的吗 龙小婉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我已经跟周图分手了 你还要让我做什么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帮你去偷猴票 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 龙小婉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偷猴票不是为了别人 是为了我爸 你爸 你什么时候又有个爸爸了 这不是废话吗 谁没有爸爸呀 以前可从来没听说过你说你爸 那是因为我爸跟我妈很早就离婚了 离开我很多年了已经 我怎么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龙小婉 我说的都是实话 现在我还骗你干吗呢 是真是假 都是你那一张嘴 你可以因为一张邮票骗简叔和四姐他们 你遇到麻烦了 你也可以因为一张邮票跟周童分手 现在倒好了 你为一张邮票你还编了个爸爸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龙小婉 你玩我呢 我玩你 是你玩我吧 我 龙小婉 我不跟你吵 我脱货票是为了救我爸 等我解答嘉宾至今 我一定会想发设法地去弥补解除他们 他们对我这么好我也不想伤害他们的 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 不是 你怎么能洗东西呢你 来来来来 这干什么呀 腰好了吗 没事了 我休息那么长时间了 什么叫没事了 休息那么长时间了 叫你上医院检查检查了吗 我 我明天去行不行 你怎么能明天去呢 万一今天出现事情又怎么办 没事 我心里有数 你心里有数 我心里还没数了 没事 行吧 你放心吧 四姐姐说 好 跟你们说个事 行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他不用再在你们家住了 是吗 是吧 是 四姐姐说 已经 已经弄好了 他今天就走 今儿就走 可以多住几天吧 这段时间我对你的表现是相当的满意 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你把一个假的神经病 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 优质的神经病 这个功劳完全归功于你 行了 行了 少说两句 那以后那个有空再过来玩 那我带他回去收拾东西了 以后有什么事告我啊 我罩着你啊 自己会做 他们俩什么情况 谁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啊 你什么情况 你什么情况啊 我没什么情况 我就是干活的情况 好 快休休休 别动了 开机 我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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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呀 你滚吧 我滚 不是你想要干嘛呀 分手我也分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不是 刑志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可笑吗 我想要什么你没必要知道 不过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要是再不揍 我就把你的事都说出去 行 算你狠 要我帮你收拾衣服吗 你出去 我不相信 我根本不相信 我根本不相信 是 难道你真的不爱我吗 难道你之前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是 是 你不信 快休闳一下 你的事都可以 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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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我自私我可以改呀 你想我拔了我也可以改呀 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啊 我到底咋不好啊 你之前还说要跟我结婚呢 你忘了吗 你还说你要讨好我爸爸 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些玩意儿 多高兴 可是你现在是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老六我不是白吃你东西啊 我是想问你 是你的山楂酸还是我的山楂片酸 肯定是我的山楂酸啊 错了一定是山楂片酸的 因为你这儿有防腐剂 我这儿没防腐剂 一边一边 叫你了怎么不支声啊 我没听见啊 叫这么大声还没听见 想什么呢 我问你啊 到医院检查了吗 你那腰没事吧 我问你啊 没顺便抄一下是男孩女孩啊 我觉得女孩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我现在愿意吃酸的 酸的 酸儿辣女啊 好 怎么了 这今天医院检查什么结果啊 是不是双胞胎啊 建议停止妊娠 这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我今天检查说 心脏有一些问题 然后医生建议说 最好不要这个孩子 说我身体状况 可能不适合生孩子 让我做得掉 爸 妈 我回来了 妈妈 你怀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弟弟 我们班的那个大胖老是欺负我 如果我有了弟弟 我就可以和弟弟一起去教训大胖啊 赶紧做作业去 来 长得也没用 你让老张跟工队闹事的工人说 工资我肯定会发的 赶快去吧 好 周总 别着急 我不急啊 我一点都不着急 这样子 小岚 你把我那辆奔驰车开到二手车市场 人家给多少钱 咱就卖多少钱 咱不至于这样吧 什么至于不至于 快去 快去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好 什么好 我是说好好好 老天爷想折磨我们 让我们更加成熟 我们要挺过这一关 所以说好好好 好 我想要这个孩子 当然要 必须得要 那要是万一真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什么叫万一啊 你说得很对万一 那一后边呢 那不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可能性吗 对不对 我跟你说啊 美丽 我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怎么就能背着一个检验报告单 吓得退缩了 那能一样吗 我现在是要命的事 什么叫要命的事啊 你好好开动开动 你那小宇宙想一想 万一这医生要是误诊了呢 对不对 那医生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吗 那万一要是确诊了呢 我万一要真的有毛病怎么办 我想好了 我儿子真的有问题 咱俩就离婚 我不妥理你 你看看你啊 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是一家人了 对不对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啊 我怎么能把你抛弃呢 是不是 你别这么想了好不好 你要这么想 我也会难受的 对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你是不外边有人勾搭你了 你包养人了 你现在啊 诡计多端 想把我给修了 我告诉你 我姐妹国费尽那么大的心思 把你给取到手 我怎么能随随便便 叫你把我给修了呢 你看看 我识破了你的阴谋诡 女人啊女人 最毒就是费 我再跟你说正事 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我说的就是正事啊 你看看我 一脸正气 我现在跟你谈的就是一个正事 那歌词不都是说了吗 那人生啊 不经历点磨难啊痛苦啊 还叫人生吗 那歌怎么唱来的 那个 对对对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人生们又随随便便怀孕 你看看 成龙大哥 他已经早就告诉人了 一万个观众都知道了 人家唱的是怀孕吗 差不多 差不多 歌词大意差不多啊 暗喻 暗喻怀孕这事呢 我真的说的是认真的 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事 听我了 没有万一 什么事咱们都可以过去的 就跟那个我老劝刘元啊 我这么说 我人生就是一个难受 接着一个难受 最终走向不难受 当然人要是不难受了 离死就不远了 不过没关系啊 我幻想了 那个时候我们俩手拉着手 然后唱着浪漫的事 我们一起进入到天堂 那小丘比特射箭 又来小翅膀 然后我们唱着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椅 慢慢摇 慢慢摇 前卫国 摇什么摇 你是不是从摇到大 你就没点难事你 我真的心里不舒服 在跟你说这些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舒服 人要开心开心 像花朵一样 含苞欲放 开心开心 其实刚才我摇的也挺难受的 我都迷糊了 不摇了不摇了 泡个澡 心情就舒畅了 走走走 赶紧赶紧啊 从明天开始 你的病就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 一切都围绕着你转 不为太阳转了啊 我小姐子呢 为你鞠躬尽瘁 你说什么 我听什么 绝无二心 赶紧抛个澡 心情就舒畅了 抛澡 开心 开心 人生就是一个难受 接着一个难受 最后走向不难受 不难受 不难受 听说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啊 特别棒 在心脏方面呢是权威 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啊 好多人啊 都推荐我找一个医生 把心放宽点啊 好了 对对对 还要查什么呀 还有一个加强的CT 还有一个心脏的彩钞 还有一个反正 还这么多呢 店里还有一堆事呢 什么事能比看病这个事 最重要啊 把身体弄好了 那是最大的事 对不对 要不这样 一会儿都检查完了呢 你先回店里 我在这儿等结果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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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坐一会儿 好 去吧 爸 你回来了 你这么难呢 也没打个电话 不是爸 你干嘛去了呀 造成这样了 我一朋友开洗面场 最近呢 缺人手 没司机 我给他跑了 不是爸 这些你就跟我说 你仗子里多累呀 不累 两个人换着开 再说了 我得有点事干 这些日子你都忙什么呢 我瞎忙呗 瞎忙你得有的忙啊 我上回见那姑娘 是不是你女朋友 是啊 那姑娘还不错 挺多事的 爸 不提她了 对了爸 你饿不饿就买点吃的吧 不用了 家里有滑面 煮点面条吃的 那那行了爸 去洗澡吧 我给你买吃的去 叔叔 你找我 你对童童干什么了 胆肥了是吧 叔叔 童童这个事是我混蛋 但我也是迫不得已 这件事情 以后会解释清楚的 你先给我解释 鲍票的 我不问你 你是不是就当没事了 叔叔 他们把我赶出来了 他们知道我要偷口票了 我待不下去了那边 那我不管 你老子欠我钱对吧 所以 你必须拿那张口票来还我 负债自还 叔叔 我真没有办法 他们会发现我的 我可以帮你 拿这张假的 把这张真的给我换回来 记着 这是你跟你老子最后的机会 没有下一次 来 难得咱俩俩在一块吃顿饭 来 尝尝我扎着花 行 爸 陪您喝一杯 什么是从你检书那儿搬出来的 你也没跟我说一声 刚搬出来 没多长时间 行 你检书 还有四姐挺着急的 嗯 他俩对我挺好 行 什么时候跟他们说 车控打人俩请人吃顿饭 行 那个什么 检书对你挺忙的 嗯 四姐怀孕 喜事 爸 你够大度的呀 找充的吗你 你周老板最近对你怎么样 他也没找我 是 我 这时候几趟拉的活儿挣了钱 还有人家预付款 你先 还给周老板 也是咱个态度 别是让人说咱不拘情 啊 剩下呢 拿一点点慢慢还 爸都给我了 自己不留点了 我都这么大岁数 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 来 新智 爸跟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挺能折腾的 什么都觉得无所谓 就是蹲着大狱嘛 都觉得无所谓 可是初来 特别是看你长得这么大以后 我才觉得 以前做的都是错的 这人呢 要想好好过 老天爷都会帮着你心想事成 如果想糟蹋自己 老天爷也会帮着推你一把 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初六的事 你也不想了 爸跟你说这话你好好琢磨琢 明白吗 好 放心吧 来 再敬你一杯 这是吧 多闲啊 陈青铭啊 你这有点阴魂不散哪 干什么 跑这儿来堵着我来了 不是 我说大把猴子你要不要脸 我们家房子被你占了 对不对 你住着舒服 拿走 我妹妹你也领走了 日子过去了 怎么着 这条胡同你也要罢了 我跟这喝好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你还真脸大 我还等你 怎么一个人啊 小钢炮呢 我媳妇就叫小钢炮 但是她天天那么崩来崩去 崩来崩去把自己崩炸了 天天啊有意思吗 她那叫找菜 让我一巴掌打走了 去哪去哪无所谓 我一个人照顾 你可真猛啊 真是个爷们儿 那怎么办呢 早过来照顾你 佟启明啊 一个人喝酒挺孤独的 看在咱俩是一起长大的份上 我陪你喝杯酒 大妈 来个杯子 我说大妈猴子 你诚心是不是 诚心较劲是不是 我让你坐下呢 跟谁喝呀 还有你是不是陆景夏时日啊 也没你那么狠的吧你 你是不是嫌我不够惨啊 你这人太坏了吧你啊 我说你这个人啊 就是没良心啊 你说我不坏了 想当年四姐拿刀砍你的时候 是谁帮了你啊 我要是不帮你 你得砍多少刀啊 稍望你自己脸上贴金行不行 咱俩是从这条胡同 从小一块蹦脏到大了 别人不认识你 我可太了解你了 大王猴子 你除了张嘴胡喷吹个牛 你还会啥呀你 你强他哪儿了 你挤得我 是啊 咱们都互相了解啊 你也知道咱俩是胡同一起长大的 是不是 咱们还是一个场子呢 你说要不是你自己干了那么多缺德事 有点缺心眼 你至于到现在的地步吗 我怎么了 我干什么了 你自己想一想 你把你爹免跑了 不让人住房子 媳妇了你也打跑了 到现在你一个人 你不怪你自己怪谁啊 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好好工作吗 你哪怕生一个孩子呢 也算你干了一件正经事 结果呢 一件正经事没干 歪门邪道干了不少 你说不愿你愿谁啊 你今天倒了这步田地 都是你自己作的 你少跟我说这没用呢 我跟你说 简约伯 行 要聊是吧 我们家 自当我妈没了以后 我爸又娶你一个 那还像家吗 说句不好听 这爹跟有没有有 都一样 再说我媳妇 每天五马正飞 乍来乍去 我这日子怎么过 你们替我抢过没有 我有多难知道吗 能是我对不起他们吗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谁对不起你啊 你说谁对不起你啊 你爹对不起你啊 他不就是又结一次婚吗 你至于吗把他赶出去 不让他入 你说他脑子那么糊涂了 他看着简峰的时候 他还叫庆明啊庆明啊庆明啊 他对不起你啊 他心里有你 还有你媳妇 你说你干了那么多缺德事 谁陪着你一起干呢 还不是你媳妇 他又对不起你 不喜欢你 不爱你 他能这么陪你吗 什么事都想想自己的责任 别老想别人 你说完了没你啊 大妈 你不能太欺负人了 你知道吗 我都这样了 你们是挤得死人 不长命是不是 你凭什么训斥我啊你 请我告诉你 我天什么人 我就是一臭人 你知道吗 我是一臭人 灰人长了霉了 你知道吗 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 要不然你们个倒霉的 我不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 知道吗 但是我请你们离我远点 我才怎么弄啊 老彤 看在咱们一起长大的份上 我跟你说啊 要么 你就痛痛快快地去死 要么 你就好好地活着 把邹霞找回来 生个孩子 找一份工作 踏踏实实地生活 你懂吗 甭在这儿忽悠我 我佟静明心里很清楚 我不傻 我知道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有什么资格去要那些 你刚才说的那些 根本就来不及了 懂吗 我说 我跟你说啊 来得及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只要你想走正路 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有什么困难跟我知一声 我叫上大家一起帮帮你 我叫上大家一起帮帮你 相信我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好好活着 要对得起 你自己的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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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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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